咱们都知道 这个任何一个脏器 都缺少不了这种血液的这种攻击 对吧 如果说你血液攻击的比较丰盛的话 然后你这种病恢复起来就比较快 对吧 如果说你血液攻击不丰富的话 你就恢复起来比较慢 但是呢 这个问题唯有中药可以解决 肾脏的血管小到什么程度 它比一个头发丝还要细 比一个头发丝还要细 对咱们可以算一笔账 这一个肾脏 10到12个公分 一个人有两个肾脏 一个肾脏10到12个公分 这10到12个公分里边 一个肾脏里边 有100到120万个肾脏球 这么多啊 对 这一个肾脏球里边呢 还有5到8条的毛细血管 这个毛细血管 然后呢它上面都有窗孔 这个窗孔都能达到多少多少纳米 所以说呢 就是说它这个是什么呀 它这个级别是非常非常的细微的 你说我通过 也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呀 当咱们这种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这种支架 对吧 对吧 心脏做过支架 对吧 甚至好多咱们肾动脉做过支架 但是还没有研究到这个肾脏球做支架 太小了 如果说能研究到这种程度的话 从西医上去解决微循环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可以发展的问题 但是对这个来说 我觉得一个是造架高 一个是造架高 另外一个是呢 它这个 就是说这个义武 就是这个体积太小了 对 肾脏球太小了 对 它这个根本定位不到里边 对 因为现在能够定位到这个肾动脉上 都已经很不错了 对 没错 所以说呢 就是说这个中医上解决活血 活血它是以什么为主呢 它是以通过软化血管 清除咱们这个血管壁上的这些垃圾 以咱们说的是循环免疫符合物和原微免疫符合物 如果说能清除这些东西的话 肾脏就能够进一步的去恢复